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141集 我已经减了不少的树叶和海草 整理一下 然后把飞行器开到楼顶 这一集就装下小阁楼吧 先把这个楼梯口围一下 省得不小心掉下去 就用白亚木囊杆吧 然后两边就做客房 一边住男生一边住女生 这里割开一下 哎这个下半砖它虽然不啥怪 但是要装修起来还挺烦的 下面还得铺一层半砖才行 上面我就用古木板做墙吧 这边住男生 我就简简单单的围栏一下 知道边界在哪里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我再做个温泉 到这里度假 温泉难得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吗 再说英鲁的温泉在奶奶的房间里 男生也不好进去呀是吧 这个我之前已经做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哈 魔法变 这热气腾腾的 看着就觉得舒服 然后这个墙壁 我再加高一点点 只能做到这里了 因为我要在走廊里 做一个大大的鱼缸 不仅仅是在走廊里能够关上 两边的房间里也要能看到 那就是这个位置 哎三格呀 三格是不是窄了一点 四个吧 再加换一个 四个够宽的吧 先把木地板砸开 两边的房间也要砸开一点 成一个U型 把底下铺上细砂块 开始倒第一层的水 倒第二层之前呢 先把这个台鞋围上 上面再放玻璃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倒上顶 里面再栽点水草 海带和红枣 好了 但是里面我还没有放鱼 因为过一段时间 就会自动刷出鱼来了 多省事了是吧 实在没有的话 我再放呗 然后就是这个上面了 小可爱们都说 还是封玻璃吧 因为可以看星星和赏月 特别的浪漫 那好吧 就封玻璃 最后面的几块 我就先不封了 留在这里 方便我上上下下呀 哎呀 我的年纪快断了 我得先去找那个奸商 嘿 你还真会挑几方 这里最美对不对 哎 小红果我得买点 因为我想在萌野心 弄一点便衣的小红果 和小蘑菇 拿这个做装饰材料 肯定也很漂亮 还会发光呢 呀 一个破橘子63个星星 你咋不去抢呢 哈哈哈哈 这个还差不多 14个星星 买了 我这破橘子 手线还挺好的 速的2呢 把它们附在一起 才15个星星 还可以接受 继续干活了 对面这么矮 什么都放不下 怎么装呀 要不从这里开始 装一堵树叶墙 魔法 变 嗯 还不错 温泉池里 再放几朵金莲吧 啊 就是荷花灯了 再用屏风 挡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 先放上床再说吧 这样 几下还得先铺一层 白羊木台阶 上面放两个床吧 做成双人房间的样子 两边放了圣耐树 床下碰了地毡 还不错吧 那现在就把温泉和房间 用屏风隔开 全都围上 还是小可爱没想得周到 留言说 奶奶如果不小心踩到硫磺金沙 会不会冲上气 然后摔死呀 嗯 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呢 等一下我会把下面 也都围上屏风 绝对不能有安全隐患 我现在掉一下顶 让它更漂亮一些 我装了一些灯 天花板上面还放了星光包子 还是很亮的对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 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